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Office高校办公 从新手到高手 知Excel篇 这里有一份某公司的考勤记录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从中筛选某名员工的考勤记录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在筛选下拉列表里去直接勾选 但是现在筛选列表里中的姓名太多 想要找到其中的某个名字 可能需要去拖动滚动条去挨个的找 非常费劲 且得找一会儿呢 那么如何能够实现快速的筛选呢 这里给大家推荐使用搜索框 就是这里具体人名上方的这个文本框 搜索框支持模糊搜索 比如我们要搜索叶小珍的考勤记录 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名字中的任意一个字 比如叶 这样新叶的员工就都会被搜索出来 这时候只需在勾选需要的人员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当然完整的输入全名也是可以的 另外搜索框还支持同时执行多个搜索 比如我们想要同时筛选出叶小珍和周婉军两个人的考勤记录 目前考勤表中现在筛选的是叶小珍的记录 现在我们再次点击姓名旁边的下拉按钮 然后在搜索框中输入周 这时候只有周婉军被筛选出来 且名字前面的复选框已经勾选上了 接下来的一步非常关键 我们去勾选将当前内容添加到筛选器这个复选框 然后点击确定 这时候能看到叶小珍和周婉军就同时被筛选出来了 如果需要再添加更多的筛选就可以继续重复上面的步骤就可以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里是帮你解决燃眉之急的秋叶Excel小技巧 咱们下节课再见